大家好,我現在身在英國Channel Islands的窄西島 本來我很怕做些最後一段時間的事,因為很影響我的行程 剛才突然在手機推出了一宗新聞 令我心情很激動,我發現原來這樣的事都可以發生 我覺得值得第一時間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大家不知道在這個時候有沒有看《南華早報》的網站呢? Jacky,你應該看過一下,你有什麼感覺?不如你即時看反應 我簡單報導一下,《南華早報》應該在香港時間大概晚上11點半 就出了一宗獨家新聞出來,螢光幕已經可以看到了 就是我們一直在報導那個杜拜的長老王子來香港投資家族辦公室那個 就突然多了新的消息,也挺厲害的 因為他是在用AI科技去找到一個在菲律賓很有名的歌手 那個歌手的名字應該是叫什麼名字呢?暫時忘記了他的名字 叫什麼名字,但是一個30歲的男子出道歌手 在菲律賓有一個很強的Fan Space,叫做Alila 之後將他用AI對照的時候,就發覺和這個杜拜王子的樣子 是非常非常之100%相似的 然後大家開始在想,這個是不是他呢? 而且他的表演,那些YouTube影片 現在大家在螢光幕上看到,是全部通天的 應該是大家看到的 還有那個菲律賓歌手或者這個杜拜王子 他的樣子真的有點像現在我們看到的那個杜拜王子 是不是就是這宗新聞? 他說這宗新聞,現在你看到的樣子 因為我不知那個聯繫如何 我們看到的那個新聞是現在有幾個重點要看到的 你看到我的樣子 看到了,看到了 好,那我就繼續說 那幾個重點我覺得很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就是說,如果兩個人是同一個人的話 那有什麼證據呢? 那以前的新聞就很講求有沒有人報料,有沒有照片 那這次是用高科技的 就是他就用了兩個不同的程式 一個是美國製造,一個是台灣製造 那就發現這兩張照片拼出來 是100%同一個人 我記得在19年的時候,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那時候有很多不同的新聞 就說這個浮屍是不是是誰,諸如此類的 那時候這些程式都出現過的 那也是很準的 那時候譬如說這個就不是誰 那我記得是曾經有一個不少的討論 但已經是幾年前了 現在這個科技是進一步發展了 所以他如果是這麼說 用了兩個不同公司製造的Facial Recognition 去比較這兩個人的樣子 而他是說100%吻合呢? 其實真的很爆 這個第一點是有關注 就是高科技來的 但第二就是說,其實別人有沒有騙你 如果是同一個人 那為什麼一個道賣管治家族成員 不可以去菲律賓做歌手呢? 是沒有衝突的 那你唱完歌之後 為什麼不可以來香港的家族辦公室呢? 那這件事情 雖然好像很奇怪 但是其實是可以的 歷史上很多人 很多大人家族的人 都會唱歌的 譬如說賭王的女兒 那你不可以因為她是賭王的女兒 不可以唱歌的 所以背後真正的重點就是 有沒有人隱藏的資訊呢? 這個就是值得參考 也都解釋了一個很大的謎題 就是當這個道賭王子來到香港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問 為什麼道賭的一些貴族 是不是會打一個這麼強的眼部陰影? 是不是皮膚的保養這麼好? 現在就告訴大家 有機會她本身是登台的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我們可以看的 就是這次《南華早報》的報道 真的非常精彩 很久沒見過她們有這麼精彩的報道 裡面除了用了AI的科技之外 也是用了學術上社會科學理論的 Discourse Analysis 去做一個比較分析 他就把王子辦公室 他現在想去搭雞鵬集資的那些願景 Mission statement Inspire by Bingo 我的Mission是怎樣 我的抱負是怎樣 而是全部這一集的東西 跟她在菲律賓唱歌的時候 跟粉絲說那些說話 我擒搭去唱歌 就有什麼感召呢 做了一個字對字的比較 接著就發現了 他們是在用那個contact 和那個語法 和那個思維去產生 這件事發覺 我們soul science是有用的 其實當年就是我的PhD論文 說真的 有一部分就是用這個discourse analysis 去分析中國民族主義者 網上的憤青 他們表面上說的話 批評的對象是美國 是否暗淡都批評了共產黨呢 就是非常之有用 現在sdnp活學活用 好似的鼓勵 這篇文章我覺得是 就是deserved一個 就是他們的業界最高的榮譽 這個你問我 我覺得真的有趣 首先第一件事 其實說的話 大家應該都是事實來的 就是這個應該真的是長老 而這個應該都是管治家族裏面的東西 只不過大家 只是去看究竟他過往的身世如何 但你看到如果這次整個analysis出來 如果你說是否真的要有facial recognition 看到那個人 那當然明白 然後他講話的語氣 和他今天宣傳的語氣 是否一樣 這個都可以容易做到 最難做到的事情 就是你要找到那個比較的對象出來 如果不是有人提示他的話 你難道真的在13億 或者60億人口裡面 找到一個菲律賓的明星出來 跟他做對照 這件事是沒有可能的 先問一個簡單新聞學的問題 這件事是怎麼來的 有很多可能性的 香港有這麼多菲律賓的監部助理 可能他們本身有人是 一位菲律賓出道的 亂游歌星的粉絲 然後又關心時事 看到他在香港又紅了 然後發現兩張相片很像 完全可能的 香港的菲傭其實很有國際視野 很多時候他們的英文程度 可能比僱主更高 有很多豪敬 但這次我想SNP的角色 都很值得去思考 現在是由自及輕的新香港 任何正常的媒體都不敢亂報 全部自由媒體都收拾了 剩下的媒體就收電話 你報了這麼厲害的事情 擺明目標是要拆香港政府台 即是說他請人廢不行 雖然大家都心裡有數 但公然說出來 而南華早報是誰擁有 大家也知道 這個其一是值得關注的 第二是純粹在新聞的角度 你找到一宗獨家猛料 即是以前 譬如說蘋果那宗猛料 你是會即爆的 即是你不知道東方 明天是否會找到 那當然是即出 但這次很明顯要合適的時間 就是王子來到香港 那天才爆的 即是他都頗有信心 不會人和他爭獨家 他也是要好製造一個政治的影響 多過純報道 如果不是那天剛好出現了 可能王子還在香港 他突然間穿草 為甚麼呢 就是有報道出 那是否他怕被人追擊 所以閃了 而這個報道 即是叫做 HIGHLY POLITICAL 這個也是超越了純粹新聞 除非他極度有信心 沒有人爭獨家 所以整個故事再推演下去 再看這兩個發展 真相似乎就越來越清晰 即是誰會被人去祭祈 就開絲微目出現 但這次已經不是南華早報 第一次去爆料 去做到這麽大堂事 因為你問我 其實這份報紙是很有趣的 過去 譬如你看到蔡sir的這個 國安的打骨事件 又是SEMP 這次也是SEMP 做出來的 其實他們的深度分析 是做得非常好的 但是你出來的政治效果 或者我們今天看到的真正效果是什麽呢 我們當然會有機會 令到這個家族辦公室 這個杜拜王子的交易 就會由5億可能減價 又或者沒有那麽多人去投資 始終這是一個醜聞 但另一個真的大問題 就是它是令到我們所謂的 那個家族辦公室 這個彭 是變得越來越噁心 他這次支持體大 不是針對一個杜拜王子問題 是針對香港 接下來拼經濟的政治 那個的政策方向 就是 Simon 會不會玩得太大 如果他們有後台 就什麽都可以聽回來講 就是說 不想香港搞得這麽壞 就是想維持那個質素 所以才出於好心提醒中央 現在就有這樣的人來賺錢 我們是要警醒大家 不可以讓他們踏鵬 當香港的人是傻子 可以用這個角度 就是為大家好 還有就算現在是這樣也好 我都幾覺得 是不是有關那個鵬的所有鵬主 工人都會繼續玩下去 因為其實這件事沒有壞 你更加多宣傳 你又是菲律賓有經驗 之後多過國際的視野 那邊都有錢人 菲律賓華僑很有錢 那是不是繼續踏下去 那他搞完開幕禮 做完長大洞峰 那就繼續去玩他那個鵬 這件事其實還有很多後續發展 是很有趣的 另一個有趣之處就是 昨天沈文龍會長 就是本來南華早報的獨家報道 就是說是他帶這位王子來香港的 那他就在他那個網站 那個會的網站 出了一個重要的聲明 立即割席 這件事也是很奇怪 例如他有大量的照片 是他和這個王子在一起 那你見到他的網站 基本上他的活動 過去那一年 這個王子是Hightlight之中的Hightlight 而現在突然覺得 我不是很熟悉 我真的不認識他 之類之類 是覺得也挺噁心的 那你又覺得 其實他的那個聲明 還想說些什麼呢 我們可以讀他的聲明出來 也是要給他一個公平的說法 他就說 就南華早報3月28號的報道底下 當中有些不實之處 第一就是沈文龍本人 不是在杜拜認識這位王子 在此之前 我方也沒有邀請王子來到香港 在12月15號 他第一次來到香港的時候 就拜訪了他的博物館 之後就是拜訪商經局 然後直接從中環裡過來 簡單來說 他先經過商經局 然後才來到這個協會 另外在這個協會裡面 他見到有中堂空鐵的麥小姐 去介紹給王子 原因是因為他覺得 這個高架鐵路 對於杜拜非常適合 至於他們開這個家族辦公室的事 他是完全沒有被知會 直到2月底 先跟他們在協會談談的期間 才會透露 這個人沈文龍和協會 在這件事裡面毫無金錢瓜葛 簡單來說就是完全與他無關 也透露了應該是有其他人負責任一 是否這樣說 裡面有很多東西值得推敲 首先文筆沒有通訊 相信可能是他自己寫的 如果不是一筆小姐 當時找他的作喘 你不斷扔你一筆小姐 潤筆 至少有些字會比較通訊 可能現在人家實在太貴了 不知道 裡面有幾個訊息 首先他只是說明 其實麥小姐 也是12月才認識王子 這個訊息很爆 因為現在麥小姐是他家族辦公室的二把手 副主席兼CEO 但原來認識了那幾個月 如果是一個這麼重要的基金 是否找一個認識了幾個月的人 去做一個二把手CEO兼副主席 這件事已經是很有信息量 第一點 接著他就說 之前他拜訪商經局 但又不等於商經局去做訊息 他可能那個行程是某個人的 他當然是做了全部的訊息 但他有一個訊息 究竟是誰帶他來的呢 他沒有直接說 但這個肯定是整件事的最關鍵的角色 而第三就是 他裡面用了幾次 雖然他問他不太通訊 但用了他們 他們不是我們 是他者 他們做的事是不關我的事的 究竟他們包括哪些呢 包括王子 應該似乎都包括麥小姐 是否還包括某個神秘 穿線人呢 整個訊號就是這樣 但其實他有一件事是說 實際上不正確的 麥小姐是他的會議的高層來的 很難說是不知道的 因為你搭鵬 你要搭鵬的時候 眾聲鼓越來越多人越好 而他的鵬是特別搭馬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他的網站 他真的很誇張 因為他整個鵬裡面 除了會長副會長之下 就有26個行業委員會 而麥小姐 就是其中一個行業委員會主席 當然這些行業委員會怎麼選出來 我們不知道 更完善的那些工能組別 但是麥小姐就是裡面的一個主席 所以他不是一個普通 member 起碼他應該捐多些錢 行業委員會主席 是否畏高權重 所以你很難覺得很乾淨 因為很明顯就是熟的 否則不會無緣無故出現 出席 但是說完之後 其實我也是真的不太明白 最後牽線人那個人 大概是什麼人 因為這篇文說 你看到他背後有一個人物 但我看完之後 他好像真的刻意隱含了他 他之前就說在雙經局裡 在雙經局的拜訪之後出現 那又不代表那個人是雙經局的人 那如果真的有什麼事的時候 我們要追究責任 又或者香港政策去想 哪一個要負責 那是哪一種人才負責 所以我們要認識一下雞鵬學的學問 我們看看鵬 有某個建制派高人指典過 看看那個名單 誰做顧問等那些 通常都不是現任某些官員 亦都不是現任某些人 這個就牽准某些事情 第二就是你看到那個鵬的名單 那二十六個行業委員會 其實真是很搞笑的 這個真的要大家看看那個網 應該還在這裏 應該不會馬上收拾的 顯示了出來 有嬰兒老人用品業 環保科技業 展覽服務業 和延伸護理業等等 二十幾個 這樣回答鵬的方式 其實他剛才沒有拿去 他怎麼找到那麼多人回來 那些人會費六千元三年 那你當這個行業委員會主席 你憑常識的估計 是不是要捐多些呢 而這事件是引起哪裏來的呢 那你盡視回會長本身是哪些會的高層 那你哪裏借人 大概你感覺到那個脈絡 那就是全部講法 但是我想更加 所以他值得在學術角度去研究 就是與此同時 這個王子辦公室又出了一個聲明 那這個聲明是誰出的呢 那應該就是他那位副主席兼CEO 麥女士 因為是麥女士說的 某些事情 那裏面的重點 其實那個聲明的信息量都很多 就是說 他說家族辦公室對於內地香港及亞洲的發展機會非常感興趣 就是我們的彭繼續玩的 你不要當我們不玩 那另一個重點呢 就是說王子都是會五月 跟隨本身的行程 五月會再來香港的 你不要當他no show 他會回來的 但是其實整個聲明 有幾個我們必須要留意的細節位 第一點 他說 又即時在所有和這個家族辦公室有關的事項 都是會透過家族辦公室的官方網站 和電子郵件進行公告和溝通 而確保未來所有發出的訊息透明和負責 那辦公室就是他 而其實整件事到今天為止 而王子消失了之後 我們沒有聽過王子說過一句話 就是每一個家族辦的聲明 和宣佈他那天不空 急事和現在說他會再來 全部都是麥女士說的 而麥女士就是他辦公室的CEO兼副主席 但是王子是沒有出過一句聲音的 而他現在整個聲明說 以後王子相信他親自出聲也好 其實都是不可以作準的 因為王子的辦公室才可以作出辦公室 就是他 即是說如果王子他忘記了台詞 或者他家人不開心 其實都是沒有所謂的 因為辦公室說的話才會作準 其實這句話是非常專業的 而我們知道如果整件事是一個醜文 無論王子是否唱過歌 只要別人家族覺得不開心 就是醜文 最受影響是誰呢 正如你的影片都提過 阿拉伯的名字很容易追蹤到 誰叫爸爸 誰叫他爺 誰叫他爺 這群人一定是最不開心的 但是他們如果不開心可以怎樣 現在別人講得明白了 家族辦公室都是與你們無關的 全部都是麥小姐負責 原來麥小姐在網站上 她是香港中東經貿協會下面的行業委員會主席 就是鐵路建設業的主席 加起來我們很難說 雖然有一個會議會說 真的跟王子沒有什麼關係 這個交易怎麼做回來 是不關這個會議的事 但是真的所有人在裡面都千絲萬縷 其實說真的 是不是這個情況下 都真的要找人問責 至少應該這樣問 就是會不會雙經局也好 Invest Hong Kong也好 他都是聽到這群達官貴人 然後才去進行這個活動 又或者介紹給這個特首 會不會最後把關的 都是由現任官員去做這個 就是合理一點 這件事是政府官方活動 我們AI打錯事的香港 遇襲香港 我們變成遇襲香港 AI做的不關我的事 遇襲香港 AI都是有個人思想的 那就是她的 keynote speaker 是要討論的 這個肯定有 就是你出席政府的活動 誰負責任 那個 program 當然是要負責 當然是要什麼 這個不能避免的 但是她現在可以說 不是 人家的簽證了 都是照出的 人家是誰呢 外面不公佈也好 裏面一層或一層都會知道 很快就會知道 其實是誰帶她來的 審會長的割席 麥女士也說 都是12月才認識 最初誰引入 這個真是很有趣的問題 但是這個會本身 這是一個分別的問題 但是其實裡面有很多學問 因為她有26個業界 她有什麼海外房產營銷業 但是又有海外房地產投資業 那兩個有什麼分別 就沒有人知道了 所以麥女士裡面 其實那個角色 是不是只是局限在她那個鐵路委員 什麼主席呢 還是有其他的功能呢 我們都是不知道的 但是麥女士說的聲明 還有一點是值得關注的 就是她不斷強調 那個興趣和簽的MOU 都是在中國大陸 四川 因為這個就是中堂的大本營 這個計劃可能她是跟大家說 我們賺錢其實主要都是那邊 香港都是過客 就是各位行家 就是建築界的僑楚 是不是應該高台貴手呢 山水有相逢 它裡面都是幾張香港的 你看她的聲明 雖然她說她會再來香港 但是我興趣在大陸 那是不是大家 算了給我面子 是不是這樣呢 你這樣說的時候 我又開始覺得這樣對 香港過往我們搭鵬 都不是打算賺香港人的錢 都是賺回其他世界不同地區 投資者等等的錢 所以你去到這裏 你就更加值得回到 這個SCMP的報道上 那現在的鵬 現在都不是我們香港人 拆這個鵬 你想想 其實我們要拆這個鵬 我們都是一班香港 離開了的KOL 一班的Youtuber 一班的新聞媒體的人 對於整個商界影響 大不大 其實說真的都是香港的資金 現在你說的 出到第一個去動手的 其實是SCMP 你這樣回來 是不是真的會問得出 其實這新聞報道是怎樣來的呢 我想比較邏輯的推論 如果《南華早報》都愛說的 都有他的後台 這個鵬可能他就沒有份 沒有份可能就是 你說建議勇為也好 或者不開心也好 什麼也好 就有些聲明出來了 但是鵬的一方 是不是另外一方是什麼人呢 這些太高深的我們不認識 也不敢說 但是我想有幾個重點的 就是本來大家會以為 這個鵬可能就是 打擊香港政府的錢 公帑在空貼 大家看來那個發展 那個主要的目標 都是借香港來抽水的 就是他來過一個冷河 然後做一個記錄 就算他有什麼空鐵 在東九龍也好 都未必是打茶飯 但是有了這一格 就是香港做的生意 再去某些地方去融資 可能就會容易很多 這個會不會是其中一個目標呢 你再看現在的那個聲明 其實整個聲明 它不是給香港人看的 就是你仔細推敲一下麥女士 代表那個家族辦的聲明 很多字眼都是 黃失成員代表 先後訪問北京、南京、福州、南沙、成都等地 探討各項技術及業務的發展機會 其中在四川、成都 黃失成員代表 以中國生能源、空鐵 不不不不不不 整個聲明 就是給北京、南京、福州、南沙、成都等人去看的 再加上他整個訊號 他到現在 他都是咬實他黃失成員的身份 即是他如果在香港 賺食和香港見報 就算現在香港搞成這樣也好 大家還是有腦的 你看到這樣的警察 你都會恥笑 就算他是家族成員也好 就不可以黃失成員 差很遠 而且他不是用三滑王的那個王 而是用皇帝、皇帝的那個王 以前我們講的 IR101都講過 即是King就是皇室三滑王的那個王 你皇帝就是用皇室 而你以前那些什麼Kaiser 那些就是皇帝的王 那你覺得一等的皇帝封出來的王就是King 其實這件事在廣東話 我們分得不清楚 但在普通話分得很清楚 黃和王 這個人一看就知道 所以你不可以說這個王是亂用的 但是是不會有人用這個皇帝的王去形容杜拜王室的 本身他們尤長國就是尤長 有時候有些尤長就變成了王國的卡塔爾隔壁 就是這樣 但是他也是三滑王 所以你整個聲明還要清晰他的皇室成員的身份 很明顯就已經不是給香港人看 大家不會再相信 但是他另有目標 他也知道杜拜那邊是不會無端端的聲明 說他不是管治家族成員 因為他真的 可能全國都是 你這樣定義也沒有錯 所以沒有人會說他是假的 那就是真的 這個就是譚詠麟反共反國安法電影 假如我是真的 那你真的沒有人說你假 那你就是真的 你這樣說完之後 你也解答了我一個謎題 就是為什麼當時他說要延遲開幕的消息 他那個項目 即是傳給記者的項目 是有點奇怪的 他是要強調那個是Royal Family 哪怕其實在 你叫尤長 你都是用Emirates那些 你都不會用Royal Family 或者你Ruling Family 都可以 那你這樣說完之後 我就開始感覺到 其實整個新聞好像不關我們事 不是給我們看的 你上報了給某些有關方面 所以這個字是一定要鍵詞來的 不用不行的 那所以你怎樣也要咬回這個身份 如果不是沒有了 可能某些批評了的東西就會沒有 那還有整個聲明 其實最說龍點就是後面那句 當局對任何虛假陳述 或與事實不符的資訊 保留採取法律行動的權利 首先誰當局 他現在代表了家族辦公室 這個辦公室是一個私人辦公室 這個當局我想他斷古不能夠代表香港政府 他也代表不了杜碑尤長 這個當局是指誰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辦公室 就是我 對任何虛假陳述 或與事實不符的資訊 即是說我們 保留採取法律行動的權利 我們說這些全部都是實際的 那有什麼 虛假陳述和與事實不符的資訊 出現過呢 整件新聞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虛假陳述 就是說這一位杜碑管治家族成員 是現任油長的侄 這個是嚴重的虛假陳述 如果我是一個有錢人 我想投資到他的家族基金 我是因為他是杜碑管治者 現在這個油長的侄 而他也是阿聯酋總理的侄 其實他不是說他是油長的侄 那時候 外媒、香港媒體、大陸媒體 香港政府官方銀件 最初都是說他是杜碑油長的侄 最後被人揭露才說他就是 是家族的 最初是人家全世界都敢報 一定是有人侄指指指他 他真的是他的侄 這個是嚴重的虛假陳述 以及真的應該追究 如果我是掂枱去的那個基金 我一定追究和告他 那這個是誰呢 但現在很明顯,他會主動去追過別人 究竟誰說他是他的侄? 這一點,第一個是誰說的,誰說出來的 其實是一定查到的,他的責任又在哪裏 但我們都不能夠否認,或者不能夠完全說他一定不是他的侄 沒有人知道他的侄的意思是甚麼 侄的意思是否… 你講得對,他就是皇帝的族宿 你可以說是族宿的,但族宿和宿宿很不同 以及那一輩子,你不是他的兒子,就是宿宿 那你通不通? 劉備也是這樣建的 中山淨王之後,你隔了N這麼多代 然後你再查一下族宿,他就是皇帝了 那這個是甚麼皇帝呢? 現在那個是漢憲帝,現在是東漢 漢警帝就是西漢,中山淨王之後 這個真的和那個是遊戲來的 那時候三國我們打遊戲都很熟 劉備也是這樣的勢力 劉備和劉備的親疏程度和皇室都是一樣的 為甚麼劉備不到處說我是漢宿宗親之後 我是皇宿呢? 人家不是這樣偷了別人的名士來的,不是這樣搭棚 所以劉備就懂得搭棚 現在這個棚就是這樣,我是族宿,行不行? 你也解釋了另一個我們不能解釋的問題 就是這個叫阿裏的皇子 通常他的全名有變甚麼變甚麼 你可以很容易追溯到他父親 還有他叔叔是誰,或者他的祖宗是誰 你看到這位皇子 其實他的名字是故意隱含了他父親和家族身份 所以他是不是不是侄子呢? 我們不否認,我們也沒有證據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要有證據說他真的是親侄子呢? 看看投資者會不會問,這些就不是我們問的 親侄其實是不... 雖然他們可能每一代都生三十個 但是南華早報都有做過這方面的事實檢查 他訪問了一位阿拉伯專家 他就說很懷疑他是不是親侄 我想你沒有人可以一口說不是 他先生指偉知嗎? 但是他只是說由公開渠道看來他就不是了 那麼南華早報做這方面 這個故事他真的做得很詳細 就是每一個角度他都有關注到 然後找到中東專家去考證皇室的族土 其實真的用了不少成本來做這個故事 所以在新聞角度是非常感謝 但是更多問號大家都可以自己思考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估計他再過一會兒 可能五月他真的會回來 如果他回來的話 我相信南華早報就會有其他跟進的報道 我們說他回來 可能現場還要唱歌 那就會有多些驚喜 看看菲律賓 因為現在的影片好像被人下架 但是大家都想看王子唱歌 到時候應該萬人空巷 現在香港要搞盛事之都 這是一個姓氏來的 他的家庭辦公室 接著可能還要賣票 像MIRROR一樣 可能有人追捧 很難說 新香港是機遇無處不在 神奇之都 大家應該要不要這麼悲觀 有遊慈復興的好處 好,等他下次回來 我們香港派李隆基 接著那邊派王子 一個中東香港合作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 謝謝Simon 謝謝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裡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 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職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街的時候 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裡 我願意請大家支持 我們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謝謝大家